2月3号晚上,假自听彼伯在一段节目上,承认了他以前经常出大麻,而且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科医药。 现在彼伯25岁了,许多年轻人都很喜欢他,彼伯说,因为近些年他药物烂用特别厉害,现在他已经在世了,他要睡在特制的床上,还要输液。 彼伯说,自己13岁就开始嗑药了,后来他决心借掉药引。 彼伯坦白地说,他药物烂用非常严重,其实他之所以烂用药物,是想要借助药物,来逃离成名后的压力。 后来他实在不行了,觉得自己要死了,才决心收拾干净重新开始,因为他的毒瘾实在是太严重了。 彼伯还提到了一些特别悲伤的时候,比如他说,医生大晚上过来给我检查脉搏,别人都不知道了有多严重。 真的,太可怕了,完全就疯了。 我还年轻啊,我就跟音乐界的许多人一样,试试一些新的东西。 彼伯痛哭流涕彼伯现在坚持着,顾好自己的身体,每天睡在特制的仪器内,这样可以让他减少一点焦虑。 他会吸收氧气,然后就可以降低焦虑。 在2月3号晚上的节目里,彼伯还在现场爬到一个装置里,给大家介绍装置具体是怎么用的。 彼伯向观众演示如何使用设备,除了这个,彼伯还说他需要输NAD,也就是烟线暗线飘颖的二合肝酸,通过静脉点滴输液。 彼伯还具体讲了这种电滴是怎么清除毒素的,把NAD的治疗过程和大家说了说。 据说,用毒品的人清醒的时候,大脑的快感中心,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。 NAD其实是帮助他们修复大脑的一部分,也有助于让他们快感中心得到修复。 NAD NAD N ick